西培斯是我们近代的话一个重要的 它主要是成就着花疗草丛方面的成就最大 大家知道老百姓最喜欢的是西培斯的虾子 它虾子特点就是用膜非常好 用膜分水掌握得非常好 这个蟹壳的话膜非常浓 它是不俗 因为杨守纪也是个大学者 一个大塑画家 对年包括一手朵 手朵很少 包括五体塑画更少 这是晚年写的 罗子余它是四堂之一 它满着塑画作品的话都是以甲骨为主